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我是Color Pro產品開發經理Fanny 那今天就要為各位來介紹這一顆剛剛所提,一直強調的Color Pro Wheel 雖然小小的一顆,但是功能非常的強大 Color Pro Wheel呢,它是隨附在我們兩個最高端的產品 VP2776以及VP2786隨附的一個配件 那它最大的功能,最強大的一個特色呢 就是硬體以及軟體控制的結合 那接下來呢,就要請大家跟我一起來感受一下 Color Pro Wheel的一些功能,會實際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首先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On Screen Display Control,也就是OSD Control 傳統上來說,如果我們要控制一台顯示器的亮度啊,對比度等等的 我們都是透過按鍵來進行 這些按鍵通常會在顯示器的下緣或者是背後 有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按到正確的鍵 但是現在有了Color Pro Wheel,我們就可以更簡單 而且直覺的去對這一切進行操控 我們只需要按一下這中間的按鈕 就可以叫出OSD的菜單 再按一下就可以進入主選單 這上面所有的東西都是各位可以調整的 那假設我是一個攝影師拍影片的攝影師好了 我可能想要把我的螢幕的色域調成DCI-P3 那就很簡單,我只需要滑動這個滾輪到Color Mode這邊 再滑動一下,選到DCI-P3 再點擊一下中間的這顆按鈕 這一個顯示器現在就可以切換到DCI-P3的色域 那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這邊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進行調整 那麼第二個要跟各位介紹的呢 就是校準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Color Pro不明思議 我們設計Color Pro產品最核心的價值呢 就是色彩精確這件事 那所以我們每一台Color Pro的產品在出廠的時候呢 都有在工廠進行很嚴格的色彩的調校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當你使用你的顯示器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的顯示器的顏色就會開始出現偏差 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對顯示器去進行顏色的校準 要對顯示器進行顏色的校準 就需要有一個色彩校正器 那當然一個色彩校正器都會需要幾百塊美金 但是如果有了Color Pro Wheel 就可以把你省掉那幾百塊美金 因為Color Pro Wheel本身呢 它就是一個色彩校正器 如果我們打開這背後的保護蓋裡面 就有一個Sensor 這個Sensor就是拿來做校準使用的 那然後就要搭配我們的Colibration Plus這一個欄 當我們把Color Pro Wheel連結到顯示器之後 Colibration Plus就會偵測到 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顯示器是哪一台 以及我們所使用的校正器是哪一台 這邊的話就有一個系列大家可以進行校準的色域 假設我今天要選擇 針對Adobe RGB進行校準的話 我就選它 選完以後按這個Sensor Calibration 之後我的螢幕上面這陣中間就會出現一個藍色的圈圈 這藍色圈就是我要把我的這一顆Color Pro Wheel放在這上面 這邊有一個配重塊我們要調整它 到什麼程度呢 到這一個Wheel可以完全的平貼在顯示器上面為止 接下來我們按下一步 它就會開始跑 那我們不打算讓它跑完 會有一點久 總之跑完以後呢 我們這邊就會出現像這樣子的一個色彩的報告 這色彩報告上面就會有這個RGB的三個點的XY的座標 另外也會有Color Coverage 就是針對我們剛剛所選擇的那一個色彩的附帶路 另外也會有Delta E Delta E是我們在看色篇的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依據 如果Delta E小於半的話呢 我們通常人也是感覺不出來那個色篇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Average 就是平均的Delta E都是在小於2的狀態 可以把時間交給Fanny還有Edison 哈囉大家好我是Edison 那今天很開心也很重新可以跟Fanny一起為大家做這個體驗和示範 對那接下來我們要為各位示範的兩個產品 分別會是Color Pro Sense以及Color Pro Integrate 這兩個產品我們會跟Edison一起完成接下來的示範 首先第一個要為各位介紹的是Color Pro Sense Color Pro Sense Color Pro Sense如同剛剛Marco有提到的 它是我們跟PainTone合作的一款軟體 裡面有6本PainTone的色彩指南 那大家可以想像創作者跟創作者之間 或者是跟印刷工廠之間 或者是跟你的客戶之間 如果我們要溝通色彩的話 就需要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這共同的語言呢 通常比較常用的就會是PainTone的色表 或者是PainTone的色碼 那透過Color Pro Sense 我們就可以查找在你的海報啊 或者是作品上面 某一個特定的顏色所對應到的 最接近的PainTone的色號是哪一個 那要怎麼做呢 我們拿Edison的作品來做為示範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先按這個D管工具 選擇它以後呢 我們就選擇假設這個橘色好了 連選它之後 這個橘色就會顯示在中邊的這個圓形的區域裡面 那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有6本色彩指南嘛 在這邊下拉的選單這裡點下來 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要在哪一本裡面去進行查找 假設我今天選擇第一本 FORMULA GOT SOLID COATED 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 一樣把這個保護蓋拿掉之後呢 把它放到這一個上面 按底彩Color 好 接下來我們就會得到像這樣子的一個色票 在這一邊出現在PainTone Color的這個區域裡面 那我如果想要知道它的比如說互補色啊 類比色啊等等 我就可以點選上面的Harmony的這個分頁 它一樣會連到PainTone的資料庫 然後去進行查找 這就是它所查找到的一個結果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它的漸變色 一些陰影色啊等等的 我也可以選擇這個Extend的這個分頁 這邊就會有剛剛所提到的Shades跟Ticks的顏色 同時如果呢我點選這個色票的中間 它會跳出一個Color Information的視窗 從這個視窗我們也可以進到剛剛所提到的Harmony或者Extend的頁面 但是呢我們也可以從這個視窗得知 針對這個PainTone的Color Code 我們所對應的Hax跟RGB的色碼是什麼 那這就是我們的Color Code Sense 接下來我們很快的進行到了Color Code Integrate的部分 我今天一個創作者 不管是不是創作者好了 相信大家應該過多或少都有用編輯軟體去進行照片啊 或是影片編修的一個經驗 那如果說我只有一個滑鼠或者是一個觸控板的話 是不是我常常要在這個編修軟體上面來來回回 進行功能的選擇啊或是數值的調整啊各種控制等等的 過了一段時間通常我們在控制滑鼠 或是觸控板的那一隻手 通常會是你的右手 應該會開始變得有一點酸 那Color Pro Integrate跟Color Pro Wheel 就是為了解決這樣子的痛點而來 我們把一些創作者最常使用的編修軟體 裡面我們最常使用到的一些功能 把它寫到了Color Pro Wheel裡面的快捷鍵裡面去 Color Pro Wheel它本身是用左手去進行控制的 那這樣子左右手搭配起來呢 我們相信可以舒緩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的一些 生理上的物理上的一些補勢之外呢 也可以提高它的工作的效率 那今天我就要跟Edison一起來為各位示範 我們的Color Pro Integrate支援的三個軟體 有Adobe Photoshop Adobe Premiere Pro以及Capture One 我們要為各位示範其中的兩個 Photoshop跟Preneur Pro 首先會是Photoshop的部分 那Photoshop呢我們目前Color Pro Wheel所支援的功能有四個 一個是Eraser 橡皮擦、Stamp 塗章、Brush 筆刷還有Healing 修復工具 我們接下來就請Edison用他的作品來實際為我們示範 OK 那這是一張我在俄羅斯貝加爾無拍到的照片 那時候就是在做公路旅行 然後就看到前方的公路啊地勢起伏是蠻明顯的 所以就想說那不如我就拿一個長鏡頭來拍一張比較有壓縮感的照片 那我通常在處理我的旅遊攝影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會希望可以盡可能減少畫面中的瑕疵 那這樣子觀眾看到照片會覺得主體還蠻明顯的 那剛剛這個Color Pro Wheel就是可以在四種功能裡面去做的企劃 我最常用的其實就是Clone Stamp複製印章的功能 那首先我就可以用我的左手大拇指在Color Pro Wheel這邊上面去 把它切換到複製印章 那就可以開始對這個圖片去做編輯 那舉例來說我就希望可以把我這個方向的車輛就是消除掉 那所以這樣可能可以讓這個公路的就是對象車輛是看起來比較明顯的 那除此之外呢因為那時候在GoTo的時候呢 有一點小瑕疵這邊的路燈也被拍進去 所以我也覺得它沒有絕對存在的必要 那通常呢我們是不是在不管是要用複製印章或是其他的功能 我們在這邊做拖曳的時候偶爾會太大或太小 就是非常的不精準 那我現在我就可以依照我想要處理的這個範圍 那在上面在這個旋鈕上面去做滑動 所以就可以更有效率的把 我不喜歡在中心那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比較短的時間內 我就已經可以把這張照片去處理的更乾淨一些 那在拍照之外呢 Edison本身也是一個YouTuber 他也常常進行一些影片的攝影 接下來我們也會邀請Edison 跟我們用Premiere Pro 來看如何跟Intergrade進行一個搭配 那Premiere Pro 我們所支援的功能呢 有是Mins & Mount 就是放大跟縮小 然後Razer 剪切 Ripple Trim 波紋剪裁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透過這個旋鈕 去在時間軸上面呢 進行一個調整或者是移動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Edison來為我們進去示範 那我最近的同時也在處理我上個月在二樓室旅遊的一些影片片段 那就是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這個時間軸上面 那剛剛有提到我可以透過這個旋鈕 就是在這個時間軸上面去做 可能我今天我希望我處理的片段是哪一個 我就在這上面去做滑動 那滑動完了之後 假設我要處理的片段是這個好了 我就可以切換到這個Zoom In的功能 那去放大 可能可以更精準的決定我要剪裁是哪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呢 就只要再切換到Razer 我就可以去把它做剪切 譬如說我現在希望是處理掉這個片段的話 我就可以這樣去做刪除 那某些時候這樣子的編輯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某些時候我們其實不是希望是溫天留下空格 那如果一整部影片都需要這樣子的去做 反覆的可能再刪除掉的話 其實是會很浪費時間 那這時候如果我就可以再把功能切換到 Ribro Train 就是波紋剪裁 我就可以更自由的更有彈性的去對影片的 這些片段的長度去做延伸或是縮短 那除此之外呢 在最後就是因為這個Colibro Wheel 它上面的旋鈕中間其實有一個按鈕 我可以去對它做自定義 那我自己是把它調整成是 自定義成就是可以去放慢或是加快影片的速度 那這是我自己覺得可以對影片的電影感提升的一種方式 謝謝大家